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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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又係OIQ為你開箱的時間 今次我為大家開箱的就是這部iLive的Floor Watching Robot 即是說是一部洗地機 而這部洗地機來說 不是一個最新的出版 不過是我剛剛才買到的 因為它特價 我們一齊開箱看看裡面有什麼 好了 我們現在打開箱裡 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 先看看 首先有一部機的本體 這裡有一個叉座 連同一個火牛 有遙控 有一個清潔的刷 還有一個後備的掃塵的輪圖 我們現在就看看這部機器 如何操作 首先我介紹一下這鍵 這是一個開關鍵 另外它有一個選擇的模式鍵 裡面有幾種清潔的模式 可以選擇 一會再介紹一下 這是一個語音的提示鍵 用的時候非常簡單 我們首先要把這個機器分開 分開後 分開後 其實裡面有一個水箱 清潔 進水的地方 打開這裡 把水進去 就可以進去清潔劑 或者清水進去 另外這裡 這個水箱 其實是裝污水的 裡面裝了污水之後 也可以倒出來 我們現在馬上去試用這個 究竟是怎樣做 第一個步驟 我們要把清潔的水箱 先進去 其實這個水箱的容量都很大 我們現在試一試 好了 裝滿了 我們就可以吸進去 就可以去用了 之後我們把它套到機器 很簡單 其實它就這樣 已經套進去 好了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機了 我們按著開關 然後它就說 3-slap mode 即是選擇清潔模式 我手上有一個遙控 其實有不同的清潔模式 我們一般最簡單來說 就是按這個 自動的清潔模式 它就會開始 我們逐個模式介紹一下 第一個廣域模式 它會在開始點的前方 只是清潔270呎的範圍 第二個路徑模式 其實就是我們最常用的 它就會有這麼大範圍 就會清潔到這麼大範圍 第三個重點模式 就會在開始點 不斷地繞圈繞圈 繞到最邊緣位置 邊緣模式來說 就會是它只清潔邊緣位置 所以譬如你家屋 只想去邊緣的清潔 你就可以用這個邊緣模式 謝謝啦 我們大概20分鐘左右 就已經清潔完畢了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污水箱裡 其實已經充滿了污水 我們下一步就是要去清潔這個水箱 那怎樣做清潔呢 我現在馬上示範給大家看看 那好像剛才這樣 我們首先要把這個水箱分離出來 那這次我們其實有些步驟需要做 首先我們要把這個垂層輪拆出來 很輕易的 拆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這裡已經有很多污漬 那我建議你就是用一些消毒的濕紙巾 去抹掉它 那輕輕抹掉它 這個機體部分的清潔就完畢了 那我們現在就先清潔了這個除層屋 那這個除層屋 你看到其實中間已經黑色 很髒了 你用一些清潔枝也好 用一些清水也好 其實沖下去它都可以清潔 好了清潔完 這個放在這邊浪乾 那就到清潔這個水箱了 這個水箱有幾個部分是需要清潔的 第一呢 第一呢就是這個filter 要拆掉它出來 用來水沖一下它 第二呢 我們就會將它剛才 用剩的清水倒出來 好了 那然後呢 它這裡呢 這裡呢有幾個地方是需要清潔的 第一就是這個洞 第二就是這個吸污髒的洞 那清潔這個洞的時候呢 我們是需要呢 我們是需要呢 那些污水呢 就會進去這個污水箱 那這個污水箱呢 那這個污水箱呢 的清潔呢 很簡單的 我們把它打開去 把污水倒出來 看到有些污髒的東西在裡面 那我建議呢 大家呢 就是再 把污水倒進去 然後呢 把污水倒進去 然後呢 把污水倒進去 那呢 又或者如果你實在覺得 它太髒了 那它呢 其實會送了一個茶給你的 那你可以呢 用這個茶呢 去伸進去裡面 去做一些的清潔 或者有些頭髮 勾住了 用這個勾勾出去 那你清潔完呢 就去 打開 把污水倒進去 把污水倒進去 那你呢 然後呢 你才是 留下一次使用吧 你就不要這樣 就這樣濕 油去濕 的話呢 它就會可能反污的了 好了 那 做完清潔 那我們呢 就要放進去叉子 那裡充電了 那很簡單的 一躲 將它就這樣放進去 那這條呢 著了橙色燈 其實它就開始充電了 那 那 當它轉成 沒有顏色的時候呢 其實呢 就是等於充電了 那如果充電的話呢 我建議你的Discount 回那個 插數 這樣就會安全一點的了 好了 最後說一下這部機 可以在哪裏買到 其實這部機 一般的大型電器袋 我就不太過眼有了 那 但是呢 在一些網上的電器袋 它就有得賣了 那其實呢 價錢都很好 十位 千多元左右 千鬆點元 就已經可以買到 那 它還要是香港廣貨 又是一元的保養 所以呢 我覺得 都挺值得推薦的這部機 就是因為它價錢很實惠 也是一個二合一功能的機 來的 好了 我們最後做一個總結 我們說三樣好處 三樣不好處 第一 這部機 我覺得它是一個二合一的機 來的 其實是比較方便 就是它抹地 吸污的東西 可以一次過做完 那可能呢 有機會 如果你的家不是太大層的話 就可以散去一個吸塵的步驟 那 第二樣東西來講 就是它乾淨水 和污髒水的水箱 其實它是做了一個分離的設計 那變了就說 不像市面上 可能有一種機種 就是它不斷地 將它自己的水箱裡的水 放在地上 然後又吸進同一個水箱 就是你用污水來抹地 其實呢 就沒有那麼乾淨 所以它分離了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那第三樣我覺得 比較好的地方 其實它的價錢 是比一般的機器 其實真的便宜了一大截 你想想 一千多元 你買一個手提的吸塵機 其實你都買不到 這個價錢 省了你自己的時間 省了你自己的用力去抹地 其實真的價錢上面 我覺得是很有競爭力 講完好處 其實它當然也會有些不好處的地方 我講一講它可以改善的地方 會更加好 令到這個產品 好 第一樣東西 就是它清洗 清洗呢 其實你剛才我看到 那個步驟 繁複力 我也覺得不算很繁複的 但是呢 其實你洗完之後 有一個問題 就是要浪乾水箱 其實是有難度的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密封的設計 你很難去浪乾水箱 如果你浪乾的話 它不會有機會 都會可能滋生石粉 或者發霧 等等 有機會 第二樣的不好處 我覺得就是 因為它有時會 那個輪子吸了層 或者黏了頭髮 黏了頭髮 黏了頭髮之後 但它又沒有進入水箱 在不斷地來回走的過程中 它有時 那些頭髮的髒東西 會掉出來 黏在地上 這個設計 可能就需要改善了 第三樣東西 就是說 你也看到剛才的叉座 我是需要用人手 把它放回叉座 就比市面上 有些工具 就是它走完之後 它會自動返回叉電 這個設計上 會比較順色一點點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Subscribe 我的Youtem Channel 多謝你 拜拜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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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